介紹一下吧小龍姐 因為大家都還沒有聽過 他整張的除了這兩首曲 還有什麼好歌 呃其實 這怎麼說呢 就是 將來我們會發給大家 一張整張的CD 回去聽一聽就知道 是 照你這種介紹法 其實我們不用租場立辦記者會 我們發新聞稿就好 要不要介紹一下 比如說 像我自己很喜歡沒什麼那首歌 喔好聽耶 是齁 輕快的 輕快的 好啦 應該是說其實 因為你問我真的不准 那當然因為今天是發片記者會 我們多少還是要講一下 其實這一次很特別的是雙阻擋 那再來就說其實 有別於之前都是唱得比較高抗 要展現那種很 很 算是 插透力啦 或是技巧比較多一點 這樣的歌曲 那這一次就是比較 算是 算在訴說一些故事性 訴說一些 對就是 以一個說出人 然後再訴說一些 一件事情 一個感覺 是 所以我覺得在現在這種 比較 動盪不安的這種氣氛下 我覺得 還有這種 對未來充滿的 這個 茫然的這樣的感覺 是 然後聽我的歌曲 我覺得 我覺得還蠻有一種 輔惠人心的效果 所以 這一次就會比較特別 了解 所以小舞姐呢 不見得一定要那樣 炫技或者是穿透 她可以用微微道來的方式 我想說應該過了那個炫技的 階段 是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我們小舞會唱 但是唱什麼 就比較 是 這才是重點 新的作品有沒有不同的改變 尤其這個社會動盪 所以你對馬熙惠的看法是 哈哈哈哈 謝謝 不用回答 你不用回答 你還真的要回答 沒有我覺得 我剛剛講的這個 動盪的意思是 全世界的 對啦 我們是要有世界觀的 對 自己在各方面 是耶 馬熙惠這個 你不要出手回答 好我們讓鮮肉來回答 來 害死她 好 小舞姐很客氣 她對自己的專輯 用一個簡單的概率的方式 來為大家介紹 那至於她幕後的推手呢 絕對是 非常欣賞小舞姐 而且總是用最好的規格 來迎接您的歸來 你看我們今天舞台 竟然有兩個道具 這兩個 這兩個 喔這個很漂亮 對啊 這金馬甲可以借我用一下嗎 感覺蠻適合的